嘿喲聊世紀 甜蜜的一種顆星 大家好是LEO 今天來看義大利人對上博更地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OK 先來介紹一下藍色選擇的文明是義大利人 義大利人最大的特色是他升級時代 這個資源是比較便宜的 而且他的火槍火炮也很便宜 除此之外呢 義大利人他是全能型的文明 帝王是大概可以出用兵 三級... 三級攻三級防都有 而且有大洛馬馬凱也有 也有強弩跟拇指環 所以整體來說 義大利是一個很適合新手去練的文明 因為沒有任何的經濟加持 對於打這個基本功呢 會更加實一些 這位玩家是MIM 是香港的頂尖選手 之前一直把他搞錯了 不好意思 這位香港頂尖選手MIM 他這次選義大利 感覺會插出點火花 而且我也很想看 每個人的義大利的感覺是怎樣的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伯格獵人 伯格獵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 騎兵單位的科技呢 是半價的 所以他的遊俠跟輕騎兵 這些升級 半價的關係 所以我會把他稱為速成遊俠 價格非常便宜 很快就可以點上了 那伯格獵人呢 他的工兵台甲 他的工兵路線是稍微弱了一點點 但是他是有火槍單位 而且火槍跟火炮有增傷的效果 增加額外傷害 那伯格獵人呢 後期的伯格獵人 葡萄園呢 還可以在農田裡 慢慢生產黃金出來 所以整體伯格獵人 後期的打法 是比較偏重於黃金兵的打法 那他也有肉碼可以用 但我是覺得 伯格獵人的肉碼 並不是非常的重要 因為他的肉碼呢 是沒有品種的關係 所以 最後呢 還是要打遊俠 跟馬上清裝兵 還是更為重視的東西 後期呢 比較適合打擊兵 遊俠 馬放清裝兵 火槍火炮 這類的搭配 都很適合伯格獵人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 兩邊的一個地圖狀況 那目前看到伯格獵人的黃金在前方 而且這裡有個高地喔 這就有點麻煩喔 所以待會兒 伯格獵人可能要先把這個 木頭 房子趕快往外圍喔 趕快在這裡圍起來 這邊也是喔 趕快圍 不管怎麼說 都是要圍很大 那經濟配置呢 一開始選擇配了四木 當然他應該是要小圍了 那如果是要小圍的話 就會讓金晃遺漏在外面 就會有點麻煩了 好 那來看一下 義大利這邊 義大利是黃金在後方 還可以喔 那果子在這裡也OK 而且他的附金呢 只有一塊是在前面喔 有一塊還在後方喔 還有一個保險金在後面 那伯格獵人這裡也是喔 兩塊金都偏正後方 還算是不錯的 雖然伯格獵人這裡 只有一塊金比較麻煩喔 當然還有附金是好 應該都還能打喔 不太會被那種快攻直接打死 直接被控金控到死的情況是不會有的 好 那義大利人這邊決定是要來打棒棒開局 那棒棒開局對義大利人來說 是比較 會有點拖刀一點節奏的 當然也有這種 三棒棒枕裝甲 然後樹跳 黑跳城到 城堡塞轉勒納農手的一個流程 但現在來說 並不是非常常見的一個打法 甚至可以說是 不是主流 是一個很少見的 那三棒棒這裡應該還是會轉裝甲步兵喔 因為有人在挖黃金喔 三個人挖黃金 然後這邊會接去射箭場 做小攻擊搭配喔 這也是義大利人 比較常見的 現在比較常見的 那我們剛剛說的黑跳什麼 是以前喔 有這種打法 但現在已經真的很少了 好 那伯格獵人這邊是已經全部圍上了 所有的資源 都全部小圍了 直接把金移留在外面 跟我想的差不多 現在這一波裝甲 伯格地人沒有金礦喔 只能出毛兵 所以要解這一坨裝甲步兵 需要一點時間喔 大概要花五分鐘才可以解得了 所以伯格地人 暫時會按一些毛兵 拖到自己的一些經濟了 還是這裡要拉四隻村民去直接拆 蓋彩礦泥地 這邊蓋彩礦泥地 一帶回攻擊手過來又會被控 即使你蓋了木牆 還是會被騷擾到 這就是這塊金最麻煩的地方 那伯格地人現在 一個完全不交流 躲在家裡 開始自閉流 你不共有交流 我也不跟你交流 OK 兩邊 就是想要打一個 偏防守偏龍 那伯格地人這邊呢 是有出弓兵的 但只出了一隻弓兵喔 這一隻弓兵在家裡 就像他的四隻弓兵在這裡 我覺得剛剛那個操作是有點細節 剛剛伯格地人這邊肉馬是看到 欸這邊藏弓兵 不知道藏多少 結果 直接四隻弓兵出現在家裡 應該是傻眼 結果已經跑過來了 但還好他圍得很好 防守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所以要擊殺到村民應該是有點困難 這裡 一隻村民走出來 應該是找不到木頭 自己去外面野外伐木了 伯格地人這裡點下了一擊射 這麼裝甲步兵可以回頭砍喔 要嗎 回頭一下 再退一下 伯格地人這裡點下了輪軸技術 金礦的部分呢 還沒有去開挖 是時候了吧 是時候了 好 裝甲步兵再回頭 把我砍這些毛病 讓義大利人很希望可以空住這一坨木頭 好 收掉這隻肉馬 好 直接上去 砍個幾刀 瞬間收掉裝甲步兵 那命的工兵數量來到了7隻喔 那我是覺得 正常打法來說的話 不要把這坨工兵送掉 盡可能到城堡時代身為奴兵 有10隻工兵的話 在城出那一步 是可以擊殺到非常多村民的 命在這邊應該是要先保存實力 然後轉出肉馬 去解決這些毛病 伯格地人這邊擁有經濟科技 提前一個時代升級的特性 封建時代可以升級手推車2級 伐木 而且還有這個價格的優惠 所以這邊先點一個手推車 好像有點太偷經濟了 但他的肉剛剛是有點爆炸的感覺 黃金趕快先來開挖起來 那手推車上去之後再按個一兩個村 就可以升到城堡時代了 好 那命這邊決定要先下手為強 趕快先把這個兵派出去 給對方更大的壓制 哇靠 這邊直接撞上工兵 剛剛才說要保留這些工兵數量 結果 命直接一頭撞上這一坨毛兵 損失了4隻工兵 只剩下5隻工兵而已 那沒有關係喔 後面的工兵還在慢慢產 最後數量還是有10隻左右的 唉唷 這裡捐兩個洞 好 準備肉馬進來爆砍一波 開始了兩隻毛兵 那這裡毛兵可能要繼續補了 喔 數量有點太少 好 再趕快補馬就 好 開始鬼轉馬 雙馬就補馬 好 決定要轉射箭場跟馬就 喔 不是雙馬就 因為他這裡被控金了 沒有這麼多黃金的情況下 要轉雙馬就只能爆幾隻馬 好 到底斷金的話也只能暗示騎士 那待會這裡應該會補一個城鎮中心喔 比較好守下主金的部分 那待會馬就呢 可以再補在這個高地喔 去做一個卡位的動作 好 上面都直接圍死了 好 一拉一人在後方補下了新的城鎮中心 下方的石頭 地帶呢 也要補一個 城鎮中心會比較好 好 光傳器製造所這裡補下了 好 那崩根地人這裡低 城鎮實在上去 要先點二級射嗎 黃金沒有點 哎呀 直接被控金 完蛋 連戰毛兵也升級不上去 十一隻貢兵 升到奴兵 時間控爛 黑尼人完全沒有辦法打 好 這裡再補一個獅子鎮 買賣一下 不然沒有黃金死在太痛苦 好這裡毛病過來 尘射到了 趕快閃 趕快閃 這裡不能應戰喔 這裡開戰下去 就沒完沒了 但這裡毛病也要繼續按 變成戰毛怪 好 呃 伯根地人這邊是雙TC 開農 義大利人有一次 那目前升到城堡時代的伯根地人有首飛車還有二級伐木 義大利人則是二級伐木也還沒有點 現在要確保肉類不能去點這個二級伐木 點下去可能就斷村了 等到雙TC不斷村了 再去點二級伐木 好 差不多可以點二級伐木了 義大利人要點嗎 當然他這邊前壓生頭 生旅投石車 簡稱生頭 那伯根地人這邊是轉出了戰毛兵二級射 那投石車是可以壓制住戰毛兵的 而且也可以壓制住城鎮中心 現在伯根地人壓力非常巨大 好 那這裡可能要補一個修道院了 既然騎士開始來找麻煩了 有點麻煩了 這裡要趕快拉一隻村民去敲一下城鎮中心補一下血 哇 伯根地人這裡被完全壓制 哎呀 好 但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投石車 想要先砸一發 好 先把這個燒彈給點掉 讓對方沒有視野 好 意大利人這邊繼續農 第三個TC 待會也要補下囉 好 後面補了一個修道院 好 投石車砸了一發 掉 變叉冰球 換命生鯉 再補下一個 好 十七隻戰毛兵 看一下兩邊的這個KD 我想看到 這裡是被偷倒了一村 博帝防守還是做得不錯的 但這個投石車的數量好像有點多 四台投石車 好 果然鬼轉生鯉一波 轉出了救贖思想 這裡不靠救贖思想的話 真的可難解了 一定要靠生鯉 好 當然投石車也可以去 但我們剛剛說這個高地 真的可難解 人家高地又是 就是你砸到他 就算正中紅心 他也不會倒 但是你被打到一發 你會倒的 所以這個 秀投石車的壓力 是更大一些的 救贖思想 再換神聖思想 那拉過來修理一下 這樣投石車砸一發生鯉 生鯉也不會倒 所以生鯉防守 投石車這個戰術 其實是最有解 當然你也可以用騎士啊 或者是大量槍兵淹過去 也是可以考慮了 那對方這個組成 你要硬A的話 你自己也會損失太多的兵力了 那你要以小摩大的話 生鯉是最好的選擇 好 我扯過來 沒有辦法 插邊球 蒙地人這裡直接被換掉一台 但上面有一台投石車也被換掉 蒙地人在手上點下了宗教狂樂 好 弓箭 鎧甲也升了上去 直接用戰毛走到你家 那命一看到這個情況 應該會 非常開心喔 哎呀 戰毛來我家 我點個一級馬凱 騎士拉回家防守 趕快拉回家防守 哇 結果承認中心 直接棄手 也不用這個 森旅 去直接應招降 對方的工程器 直接把承認中心往後開 噓 噓 我知道 水 好 畢達里這邊黃金有點挖太多了 好 被收掉了一村 好 戰毛兵收掉兩村 但垃圾兵打村民書效率真的沒那麼好 貼了這麼近只打掉了兩村 好 投石車這邊在互換 哇 這邊換掉了最後一台投石車換掉兩台 最後的 投石車想要用生旅救贖思想 加上宗教狂樂可以追上投石車的特性 招降到之後回頭打了一發 哇沒有打到 直接回頭被工兵爆射一波射掉了 這一波戰毛兵 是沒有辦法來救援的 原始量太少 好 那對方家裡的戰毛 開始也要被騎士給追殺了 直接走到城鎮中心裡面 想要偷點一些村民 這邊被騎士貼上去 趕快偷點一些村民比較賺 但是我們早就已經收村了 騎士很努力去撿掉這一坨 但是還被收掉了一村 可以的去攻擊 可以再拿一村嗎 可以 哇 這一波交換起來 義大利人有點虧了 村民處稍微被拉近了一點點 73對68村 但戰毛兵損失這麼多 也沒到賺 就是稍微平衡一下 好 那伯格蒂損失了自己的野外的戰毛兵 家裡要趕快補一些戰毛 那TC的部分 待會也要再開一下 開在這個金礦處的地方 是喔 這個地方是不能開城鎮中心的 好 那目前伯格蒂人經濟是72村 對上義大利77村 兩邊的經濟狀況是差不多的 但伯格蒂這邊有經濟上的優勢 手推車跟這個半價科技 好像不是半價 好像是減33%而已 那伯格蒂人這邊的打法 還算是偏防守型 並沒有想要主動進攻的意思 好後面補下了一個軍營 那義大利這邊呢 是想要趁勝追擊 拆掉了一個城鎮中心 然後就去 補了一些兵 往前走 但攻兵的數量一直沒有補 但有10隻數量也夠了 好 好 一來一來這裡補下了86隻村民 伯格蒂78村 伯格蒂這裡點下了護衛技術 重裝長槍兵跟步兵鎧甲 想要直接戳過去 好 這裡聖鎮招翔下 我的天 這個聖鎮可能要沒了 但這有彈道血喔 毛兵丟得很準 OK 用彈道血收拾掉了這一個清奇兵 恩 伯格蒂 這裡是補了鎧甲之後 開始斬中槍 斬中裝長槍兵 想要直接戳過去 好 開始著翔 好 聖鎮直接被點 再一發 但圖車直接正中紅心 砸掉了 戰毛兵啊 而且這邊是高打滴啊 這裡有高低優勢喔 那這邊工兵也是直接上前去硬點了聖鎮 但圖車這邊被著翔掉 直接被後方騎士暴打一波 那對方義大利人也是想要著翔 敵方的工程器 工程器這邊要自滴了嗎 圖的地人這邊有看到嗎 好 等於死之前投了一發 然後自滴掉 這邊超渡細節做得非常好 義大利這邊直接被反推成功 哇 沒問題這一波的 僧侶招降 操控細節做得很好啊 好 雖然解掉這一波 但是義大利人早就已經點下了地龍斯奈 4TC開農 經濟實力非常強大 聖鎮已經領先了20吋 這裡趕快補程度中心了 好 這裡要趕快再補一個程度中心 好 這是趕快4TC開農 所以我是覺得現在開4TC開農上去好像也沒了 因為對方神地龍斯大概已經有領先了 價格便宜嘛 好 當然不管我這邊就是要去撿生物 但這邊生物是沒有看到的 好 兩隻僧侶 照想一下野外的村民 好 義大利人這邊直接用騎士想要溜到城鎮中心附近 直接抓村民 但森林裡的城鎮中心有點遠 趕快回救一下 好 那義大利這邊也是在偷偷撿生物 好 這裡用騎士直接硬尻 拋掉了一隻村民 第二隻 第三隻 好 床槍往前 硬戳 OK 全部破掉 這樣騎士的問題解掉了 好 再多了衝車 地龍斯大也補下了 3TC 我們不要開到第4個TC呢 好 先地龍斯大補TC 對經濟很有幫助喔 這裡蠻適合補一根城堡 剛剛講完就補了 畢竟這裡很多敵方的建築物喔 這裡補一個城堡 控住祖金喔 更為重要 好 下方的僧侶 直接被洛馬爆凱因波 但是最後洛馬也被招降掉了 好 下方師爺 目前是博地人這邊控的更好 義大利這裡可以再考慮補一個新的城堡 作為防守 然後進攻下面的礦區 好 義大利人這邊轉出來的東西是 勒納奴守 那地龍斯大 地龍初期呢 也可以轉出傭兵喔 所以義大利人這邊是先轉出了 步兵鎧甲 先打一波傭兵爆 好 工程器製造所 這裡血要慢慢掉 沒打下125滴血 慢慢頂 博文帝人點下地龍斯大 35秒34 好 銀貫技術 博文帝葡桃園也up上去了 好 下方的傭兵開始繞 好 義大利這裡點下了三級的步兵板甲 跟三級弓 跟縱火技術 現在要來守斯城鎮中心了嗎 博地人這裡是 哎呀啊啊啊啊啊啊 開始被爆砍了 傭兵最麻煩的地方是 他移動速度很快喔 比騎士稍微慢一點點 但又他不怕槍兵 這裡要趕快用鬼轉火槍喔 哇 傭兵直接上來硬尻 但傭兵打火槍傷害也很高喔 因為傭兵是對火槍額外增傷效果的 好 前方的長江兵完全打不贏傭兵 傭兵直接爆砍一波 長江兵只能往後射射發抖 後面博力跟城堡 稍微可以擋住這波的傭兵爆 馬上輕裝兵開始來防守 可以順利夾住 但是村民術損失有點多了 村民差距已經被打出了 大概快要32吋左右 好 義大利這邊鬼轉一波長劍兵 哪泥 好 後面的僧侶大隊直接硬招 招到了幾隻傭兵的數量 好 直接正面擊敗對手 唉唷 沒有想到這個僧侶招想有點夢阿 手速好快阿 招了蠻多隻的耶 好 後面補下了魔防 好 這裡傭兵直接被射給一波 沒事 那伯恩帝人點下了印刷技術 二級挖精跟化學 化學補下之後就可以轉出火炮跟火槍 好 這兩隻傭兵 還沒有被解掉 開始亂砍 欸 這裡馬上傭兵沒看到嗎 我們快去救一下 後面家裡BBQ了 結果 倭文帝是走一個生旅戰 倭文帝生旅戰 要打這個步兵跟傭兵單位 其實並不是這麼的划算 要他們的造價便宜喔 即使真的成功著想 也不會有巨大的戰火 主要也是要造強工程器跟騎兵喔 會更划算一點 這個城堡要修嗎 我覺得不用修了吧 在買石頭上去修城堡喔 會修到頭破血流耶 那如果不修的話 這個金又能守得住嗎 又是一個大大的問號 不修的話是可以 但你能守得住 倭文帝人這裡的單位呢 現在還沒有成型喔 火槍也還沒噴出來 這裡先用聖旅去著想 後面的馬上清裝兵在後面發呆 等待機會登場 現在伯伯定人有點太多說明了 不知道在幹嘛 全部擠在一起 上億人挖木頭 挖木頭的資料有點太多了 而且是海警第一排耶 人家的大軍就在你門口 你還在前面玩木頭 心臟都夠大顆了 好伯伯定人這裡點下了 馬上清裝兵的精銳升級 馬拉凱也點下了 好這裡爆射一波 伯定人馬拉凱 三級馬拉凱也補下了 好這裡用衝車往前頂 上方的馬上清裝兵 防守很高位 好這裡有收村 清晰兵上前直接把衝車給點掉 OK義大利人 這邊要不要先鬼轉一波大洛馬 欸這邊直接站上高地嗎 站上高地在反擊 好當然自己的兵量有點少啊 馬上清裝兵數量 直接有三級馬卡的關係 像胖劍使效果非常的優秀 前方戰防兵繼續往前推進 想要繼續攻擊後方的熱納弩手 熱納弩手直接被推了回去 這裡馬上清裝兵數量一直往回推 好這裡再補血 好這裡再補血 好普恩帝人這一次補下了 這個前騎兵的升級 好當然騎兵攻擊力還沒升上去喔 戰毛兵可能要繼續按 哇那有三級射守惡點短 好三級射趕快補 這裡只有戰毛才能拯救世界了 好當然也有火炮喔 有火炮的話也OK 不錯 哇直接氣寶 然後硬夾 對方最近投資機 就沒有辦法繼續 抽取黃金了 所以如果一直修下去的話 伯恩帝人可能會為了修城堡去買石頭 反而讓自己的科技啊 或是兵力喔 沒有辦法繼續往上 增強喔 那如果是用這種方式 用軍事直接硬補喔 反而對伯恩帝人 真的是一件好事齁 好換我們這一坨清騎兵 有點麻煩 這邊僧侶沒有第一時間被10級嗎 要吧 看到僧侶不打 清騎兵支持欸 OK 清騎兵直接上去貼 貼爆這一坨僧侶 好這時候一打一人 大洛馬也升級的上去 哇一打一人這裡很麻煩 步兵奴兵什麼都有 關卡弩守 攻擊力6加4 額外增上效果很優秀 拿馬上清裝兵的傷害非常好 好28隻的馬上清裝兵 皇帝人點下了二級的二級弓 還有大洛馬升級 皇帝大洛馬也升級上去了 但我們剛開頭的敵到 雖然他有洛馬 但是品種 是沒有的 所以大會怎麼打呢 跟對方全力清洗兵喔 會越打越虧喔 所以我不太確定生大洛馬是不是好事喔 但以現在這個狀況來說 待會有斷金的可能性喔 先生跟大洛馬打消耗戰 好像是可以遇見的未來 而且伯恩帝人 的農鐵喔 也會慢慢產生黃金 只要有撿到一些聖物 再搭上這個伯恩帝葡萄園喔 黃金的材料應該是會優於意大利人的 那意大利人呢 可能就不能跟對方一直拖下去了 趕快去把這個野金喔 給碰下來 好 那目前兩邊呢 都在遠處交戰 那意大利人你覺得很習慣 你總不蓋寶了 你不蓋寶我就不能用巨頭攻城 結果這邊直接用巨頭想要炸火炮 但火炮沒有被炸到 哇 這裡火炮閃躲了 巨型頭實際的傷害啊 好火炮直接上去 硬開炮 打了兩發 但是 沒有被打到 好大羅馬也上前 第一時間收掉了後方火炮 但前方呢巨型頭實際 馬上巨頭兵也是上去 一戰爆砍 但是後方熱納如手傷害實在太高 馬上巨頭兵的數量只剩下十隻 後面大羅馬完全 把後方的單位給打爆了 戰狼兵打大羅馬完全快不成親 馬上巨頭兵搞出來回救 用正面的戰狼兵去應付熱納如手 這一波交戰打得非常漂亮 活地人有一點機會可以反打了 下方這邊挖石部隊 直接挖開挖起來 這邊大羅馬有看到 你怎麼在我面前挖石頭 這時候 馬上巨頭兵也是 有到處在騷擾的 大羅馬這邊再回救一下 讓兩隻手解掉 大羅馬往下貼近 直接上前一貼 大羅馬 好 戰狼兵開始往前 好 這裡集結一下 馬上輕裝兵 加上大羅馬 好 這裡切光 把大羅馬給逼走了 好 我們的地人這裡是補下了公會蜘蛛跟山極伐木 後面的熱納如手 開始反擊回去 後面戰毛兵 開始攻擊 好 上方有熱納如手 哇 這個熱納如手出量有一點多 夾不住 不過地人可能要直接被射穿 熱納如手出量實在太多 好 劇情投資機要在這個高地 夾了起來 直接打出局 哇 這一波 義大利人打得非常驚險 差一點就被博恩帝給夾起來了 但還好這一波打得夠果斷 直接上前往衝 然後瘋狂把這個熱納如手往前 而且是分兩坨兵打 這樣就不會有異傷的問題了 兩坨的奴兵 直接分開走 傷害就可以輸出到極致 這個操作細節 做得非常好 我們來看一下統計資料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 是義大利人拿到7萬8支援勝利 博恩電人是拿到7萬支援 軍事方面 則是拿到1.56的KD 這KD非常優秀 不過電人這邊有點可惜 感覺打遊俠也是沒機會 確實馬上清裝兵 是他最佳的選擇 但戰毛兵沒有三級攻兵鎧甲的關係 跟對方熱納如手 對射也沒有辦法獲得非常大的坦度 還是很容易被射穿了 義大利人大洛瑪的地方 又是比博恩電人的大洛瑪的血量更多 所以根本沒有辦法打出正面的優勢來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按讚 請記得按讚 按讚 按讚